中秋节 农历八月十五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 中国人有赏乐和吃乐饼的习俗 人们把圆乐看作团圆美满的象征 所以中秋节又叫团圆节 按照传统习惯 中国人在赏乐时还要摆出瓜果和乐饼等食品 一边赏乐一边品尝 因为乐饼是圆的象征着团圆 所以有的地方也叫它团圆饼 中国乐饼的品种很多 乐饼馅有甜的、咸的、荤的、素的 乐饼上面还印有各种花纹和字样 又好看又好吃 中秋节的晚上 全家人坐在一起赏乐、吃乐饼 心里充满了丰收的喜悦和团聚的欢乐 这时远离家乡的人也会仰望明月 思念故乡和亲人 中秋节的方式 中秋节的世界 都看了 足夹是 中秋节的情况 从中秋节的情况